明天就是除夕了 杏鲍菇像我这种做法 您还没有试过吧 明天一定要试一试哦 首先我们把杏鲍菇去头去尾 用刀我们切不均匀 就像我这样拿刮皮刀刮成一片一片的锅中水开放点白糖 可以去取杏鲍菇的青色味 下锅焯烫一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 下一步我们再凉水投凉挤干水分 放蒜蓉 小米辣 辣椒粉 发酵粉 淋上滚烫的热油 再放盐 鸡精 白糖 生抽和橙醋调味 最后再搭配一点洋葱和香菜 用我的右手抓拌均匀 这样做的杏鲍菇口感特别的爽脆 真的是比肉还好吃呢 赶紧试一试吧